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 大唐以关中地区为根据地 派出多路军队出征 去实现消灭割据势力 荡平天下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 李世民的功绩最为突出 他平定了北方的 王世充 窦剑德等 割据势力 而同为李唐宗氏的李孝公 则在南方 扫平了整个南方割据势力 李孝公 是李渊唐直 他率领唐军平巴蜀定江东 灭消险战绩斐然 李孝公还以非凡的战略眼光 和斗争智慧 使众多割据势力 自愿献出领地 效忠李唐王朝 虽然当时的割据势力 北强难弱 随末最强的几个割据势力 都在北方 都是被李世民打下来的 战争的难度更大 但从战果上看 唐朝进半的国土面积 是在李孝公指挥的战斗下收获的 可以说 在大唐开疆拓土平定天下的进程中 李孝公同样在战功上功勋卓著 他也得到了唐高祖李渊的赏识 但李孝公并没有鞠躬自傲 而是宽厚谦让 谦虚谨慎 那么李孝公在两军对阵 胜负难料的战场上 为什么总是能够成为胜利的一方 他获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武德七年以后 李孝公开始身居长安 功成身退 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名将》第三集 功成身退 李孝公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皇帝建立政权或江山稳固之后 会对功臣进行封赏 像汉代的第一个皇帝 汉高祖刘邦 曾经对功臣进行排序 包括对一部分异姓王 像东汉的第二个皇帝 汉明帝 在云台阁这个地方 对二十八位功臣进行封赏 要说对功臣进行排序和封赏 最著名的那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林燕阁为二十四位功臣 所绘制的功臣像 在这二十四个功臣中 有一些名字我们非常熟悉 像长孙无忌 像秦琼 像玉池靖德 像房玄龄等等 有一个人他排名非常靠前 仅次于长孙无忌排名第二 但是人们对他的功绩 相对来说比较陌生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 这个唐朝统一的战争 像是李世民一个人的独角戏 但是这个人所贡献的面积 并不在李世民之下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李孝公 李孝公的祖籍是隆西敌道 后来迁到了隆西成绩 他的爷爷是李魏 李魏是谁呢 李魏是西魏和北周时期的 八诸国之一 那就是李虎的儿子 第七个儿子 那么李虎啊 第三个儿子是谁呢 就是李世民的爷爷李炳 这样算来啊 李孝公跟李世民之间的关系 是唐兄弟 说到这八诸国十二大将军 当时啊 可是影响非常深远的皇族和后族 比如说像宇文太家族 宇文太呢 他是北周的皇族 像杨中家族 他的后人啊 是隋朝的皇族 李炳的后人呢 就是唐朝的皇族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号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知名的岳父大人 他就是独孤信 因为独孤信呢 有三个女儿都曾经做到了皇后 其中之一呢 是北周的皇后 另外一个呢 是隋文帝的皇后 再一个呢 是李渊的皇后 独孤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前面说到 李孝公啊 跟李世民是唐兄弟的关系 中国古代呢 非常重视宗族关系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刘邦 刘邦啊 他后来曾经怀疑 跟他一起南征北战的异性王 像萧和啊 都遭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怀疑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是不是因为李孝公出生于皇族 然后就受到了李世民的封伤 说实在的呀 这个李氏皇族能人还真不少 像能征善政的李神通 李神通的原名叫李寿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墓葬考古发现 非常令人震惊的 再一个呢 像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李道炫 还有一个呢 被委以重任的李道宗 因为李道宗啊 曾经护送文成公主入葬 但是这些能人跟李孝公相比 还差点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李神通曾经打过败仗 李道炫呢 他英年早逝 而李道宗呢 他又缺少了独自领兵打仗的代表作 李孝公的贡献有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李孝公留在正史中的评价 旧唐书公评价 群雄敬起皆为太宗所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说的也是啊 在隋朝末年群雄敬起的时代 都为太宗所评 很少有人单独建立功勋 但是呢 只有李孝公 他是住方方面面之功 他的名声是最大的 在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 北有李世民 南有李孝公 因为李孝公所贡献的土地面积 不在李世民之下 那么李孝公 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李孝公呢 出生于隋开皇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五九一年 在史书中 对于李孝公的童年时代 是这样描述的 叫做少臣民有时量 这六个字啊 是形容李孝公 他从小啊 性格非常的沉稳 有勇有谋 可以说啊 是一个英姿少年 那么他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攻灭巴蜀 李渊在攻灭隋朝的都城 大兴城之后啊 他曾经拥立代王 为名义上的皇帝 他自己做丞相 但实际上呢 政权是掌握在李渊手中 这时候啊 李渊派自己的侄子李孝公去攻略巴蜀 当时李孝公多大呢 非常年轻 只有27岁 我们先来说一下巴蜀这个地方 巴蜀这个地方啊 它的范围非常大 总体来说呢 是这样的 是在陕西南部 也就现在的汉中以南 然后西边呢 是四川 东边呢 是靠湖北云水 云水以西的地方 再往南呢 到了重庆 以及岳阳一带 巴蜀这个地方啊 山高水险 常有这样的说法 蜀道南 南语上青天 这个地方呢 治安一直啊 不算是特别理想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叫做天下未乱 巴蜀已乱 天下一平 巴蜀未定 27岁的李孝公 被任命为山南昭卫大使 这个山南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巴蜀地区 他被派到巴蜀昭卫 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做朱灿 朱灿本来是隋朝的一个官员 他在长白山起义的时候啊 担立了政权 他的军队呢 主要是由流民来组成 所以战斗力并不强 后来在618年 朱灿被打败之后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又纠结了20万流民 说实在的啊 朱灿在史书上的形象 非常的不好 他的形象声名狼藉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于史书上 对他性格的一个评价 叫做灿图石人 正是由于声名狼藉 李孝公呢 在攻打朱灿的过程中啊 可以说是进展非常顺利 朱灿呢就被打跑了 跑到了王世聪名下 他被打跑之后 朱灿的部队有20万流民 如何来处理呢 当时啊 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因为在史书上 比如说史记中啊 提到了长平之战 对于战俘 处理方式就是坑杀呀 所以李孝公的部下呢 就劝李孝公 我们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李孝公他 并不是这样考虑的 他是这么说的 金烈成皆无寇 若祸之则杀 后俱有降则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你想这些城池 都是我们的敌人 如果我们攻下来 就把他们杀掉 后俱 这个俱呢 是其有的意思 以后还会有谁 来投降我们呢 李孝公啊 就对部下 做了这样的解释 你想想城池中 那些老百姓 如果知道 必然是死路一条的话 他们一定会誓死反抗 所以啊 我们不应该采取 这么裹绝的措施 而是应该对他们 施以仁政 让他们看到我们 仁德的力量 李孝公的做法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呢 是守恶付诸 守恶付诸啊 比如说抓到这个朱灿的话 一定会杀掉他 这样呢 能够 遗解这个 将士的 憎恨之心 第二呢 就是对于这些 抓获的俘虏 他的处理方式 刚才我们就说了 要对他们施以仁政 这样呢 让他们看到了 一个有温度的将领 这样啊 在巴蜀这个地方 三十多个州 纷纷归附于李孝公 拥护唐王朝的统治 李孝公的做法呢 也为以后处理此类问题 提供了一个 可以效仿的解决方案 隋朝末年 天下纷争 诸多歌剧军阀轮番登场 曾经在公元557年被陈朝灭亡的梁朝 也在这个动荡年代中 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当时唐军的主要经历 用于和斗建德 王世冲等势力的相互争斗中 在北方群雄混战 无暇难顾的背景下 公元617年 梁氏皇族的后人 肖显复辟肖梁 自称梁王 次年他开国称帝 设置百官 并依照梁朝旧力推行统治 在肖显的带领下 肖梁不断发展壮大 最终成为了坐拥长江天险 称霸汉水至岭南一带 兵力多达四十万的 重要割据势力 此后肖显不断地四处攻伐 这个日益强盛的南方劲敌 成为了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一大障碍 公元620年 李孝公向唐高祖李渊献祭 进攻割据南方的肖显 李渊于次年派出李孝公征讨肖梁 一场抢手之间的对决随即展开 而此时一道难题摆在了李孝公的面前 唐军大多善于陆战 此次南下到底该如何击败坐拥长江天险 水兵强大的肖梁 面对水面作战的实力差距 李孝公在关键时刻 会使出怎样的奇招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从而收获胜利呢 在李孝公众多的功绩中 我认为最值得书写的就是第二大功绩 扑灭肖梁 因为肖梁他的实力不可小觑 他跟巴蜀朱灿相比 他算是正规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佣兵四十万 而且他所占领的这个范围啊 非常富庶 正是这样一种考量 李渊呢 让李孝公对于肖显啊 一定要拿下 首先呢 是李孝公的部下李靖 向李孝公呢 上了这个评显实册 他写了评显实册之后 让李孝公呢 向李渊提出来 李渊一看 这评显实册啊 写得非常合理 然后呢 就同意李孝公带领水军去攻打肖显 李孝公的做法啊 值得点赞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下面 在功灭巴蜀之后 李孝公就把巴蜀首领的子侄 也就是那些子弟们呢 都带在身边 他是这样考虑的 我对于你这些巴蜀地方的首领 你看我非常的仁慈 把你的子侄带在身边呢 如果有功的话 我也顺便把这些功劳 寄到他们的名下 其实他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下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啊 我走了之后 巴蜀你这个地方的首领 还要再起兵反叛的话 那你一定要考虑 这些子侄的生命安全 李孝公在攻打肖显的过程中啊 他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 他前期呢 可以说大练水军 把这个水军呢分成十二路 因为北方的将士啊 确实不惜水战 在进攻肖显的过程中 前期进展的非常顺利 在攻打肖显的前期啊 李孝公啊 他呢下了一个命令 就是把抓获肖梁的这些船 让他顺疆而下 当时的将士啊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个好不容易抓获的 这些消险的船我们要丢弃掉呢 史书章啊是这样记载的 德州当即无用 弃之反自贼奈何 这些将士就特别不明白 李孝公您这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大将军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本来将战利品据为己有 这是战争的惯例啊 这些好不容易抓获的船 我们又抛弃 让他顺疆而下 意在如何呢 其实李孝公啊 他是有这样的考量 因为他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把这些船顺疆而下呢 就让消险的援军在下游啊 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船到底是我方的船呢 还是敌方的船呢 在李孝公摆迷魂战的过程中 这时候啊 李靖的援军赶过来了 这样很快呢 就攻灭了消险 消险被抓到之后啊 消险是这么说的 这个战争失败啊 是我一个人的错 那些百姓将士 与他们无关 不要烧杀截略 从这个表态上 我们可以看出啊 消险呢也算是一条汉子 但我想消险之所以 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应该跟李孝公 对于巴蜀这个地方的治理 是有直接关系的 李孝公的第三个表现 那就是平定岭南 消险被李孝公公灭之后 李孝公呢 被李渊派到去平定岭南 岭南是哪呢 岭南这个地方啊 包含的范围太大了 大体来说 包括现在的广东海南 岭南这个地方 他的特点是什么 是地广人西 当时呢 是在大豪囚冯昂的控制之下 冯昂看到消险 四十万大军 都被李孝公给灭掉了 再加上呢 这一路李孝公啊 攻灭巴蜀 扑灭硝良 所以呢 冯昂他自己心里有数 我们这个地方 地广人西 战斗力当然不强 所以啊 李孝公带着李渊的赤叔 来跟冯昂啊 进行交谈的时候 冯昂呢 他呀 自己对自己 有几斤几两的 非常清楚 所以呢 就主动归附了李孝公 就说呀 我们愿意 遵从唐朝为正统 就这样岭南地区 可以说呀 是望风而降 李孝公呢 没有废一兵一卒 就让唐王朝的政令 达到了南海之宾 之所以这么顺利 我想这跟前妻 李孝公在巴蜀地区 没有对那些战俘 是以非常坚决的手段 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正是仁德的力量 好 我们再来看李孝公 第四个表现 那就是大破公时 浮公时本来是杜芙威的手下 跟随杜芙威投降了李渊 但是在武德年间呢 浮公时啊 又以分配不公为由 来反抗李渊的统治 浮公时呢 自立国号为宋 而且呢 他还像模像样的 设立了百官 设立了太子 设立了皇后 以图呢 跟李渊分庭抗礼 在这个情况之下 李渊派李孝公去灭掉浮公时 在准备出征之前的 犒赏大军的仪式上 就发生了一件灵异事件 这个灵异事件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聚会上啊 大家都端起水杯 尤其是这个李孝公的 端了一个碗 这个碗中的水啊 忽然变成了红色 将士们都非常震惊 如果大家看过孙子兵法 都知道啊 这是不祥之兆 孙子兵法中记载 尽详取疑至死无所知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孙子兵法呀 提到了三种战争之中的 一些不祥之兆 这三种不祥之兆 包括第一呢 是鳄鸟聚集于旗杆 比如说一些黑色的鸟 落在旗杆之上 第二呢 是在行军的过程中啊 旗杆忽然折断 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就是碗中之水 忽然变成了碗中之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这些马上要出征的将士啊 都忧心忡忡 李孝公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史书上的记载 史书上是这样写的 霍府无门 为人所照 自故无负于物 诸公和见忧之身 公时恶机或影 今成妙算以至讨 碗中之血 乃公时授手之后证 这句话是说 李孝公认为呢 霍府他是没有征兆的 为在于人心所感召 如果我们自己觉着无负于心 大家就没有必要忧心忡忡 浮公时这个人可以说是恶观满盈 我们今天对他进行征讨呢 是正义之事 是正义的行为 而碗中的血呀 大家不要担心 它其实是 浮公时要授手投降的吉祥之兆啊 李孝公说完这话之后 端起了碗中之血啊 一饮而尽 这样呢 当时啊 重心为安 本着科学的角度 我们想啊 碗中之血不可能忽然变成碗中之血 我想啊 这应该是李孝公玩了一个小把戏 因为他在出征之前 知道浮公时所拥有的这个军事实力啊 非常强大 将士们有点担心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他通过玩这个小把戏 其实呢 是让大家要这个放宽心态 所以说啊 李孝公其实是按照孙子兵法中的这个记载 以及应对策略来抚慰人心 因为孙子兵法中提到 如果遇到这些不吉祥的征兆的话 作为主将之帅 那么一定要有所表示 最重要的在于统人心 树微信 然后达到上下军令统一 这样将士们就能够闻风而动 这样出征的效果呢 才会好 果不其然 经过犒赏大军中的灵异事件之后 将士们的意识 大家都非常统一 觉得呀 灭掉浮公时是志在必得 果不其然 在攻灭浮公时的军事战争中呢 也进展的异常顺利 李孝公是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中 排名第二位的大唐名将 可见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器重 和他在唐初统一战争中 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有人说 李孝公夺取江南一役 对李唐一统天下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 此功不在李世民虎牢官之战的功绩之下 但是 战场的胜利只是反映了李孝公作为军事天才的一个方面 在后世的多个为古代名将设庙祭奠的名单中 李孝公都名列其中 这就说明后人铭记的不仅是他为大唐王朝一统江山开疆拓土的战场贡献 还有他作为一代名将所展现的出色的指挥才能 深远的战略眼光 高超的斗争智慧和仁德的将帅心胸 可是也有人提出李孝公的功绩都是依靠他手下的大将李靖所获得的 不可否认 李靖在战斗中的很多关键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孝公取得的很多场重大胜利都少不了李靖的冲锋陷阵 那么在历史上李孝公和李靖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李孝公真的是作响其成吗 在蒋爱花老师看来 李孝公的哪些优秀品质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呢 如何评价李孝公呢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李孝公他是作响其成 因为李孝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部下 那就是李靖 在新唐书中啊记载了李孝公单独指挥的两次战役 比如说第一个那就在攻略巴蜀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一个少数民族将领叫做冉兆泽 这个冉兆泽太厉害了 李孝公呢跟他正面对抗的时候呢就吃了败仗 而恰恰这时候李靖呢预感到李孝公啊遇到了困难 所以呢带领了八百骑兵啊赶紧的救下了李孝公 这样呢就拯救李孝公用危难之箭 第二个呢是攻打萧险的过程中 因为文士红啊驻守青江这代他的水军呢 可以说啊是非常的强盛 而李孝公呢由于前期进展顺利 所以呢就有点轻敌 轻敌的情况之下李孝公呢就被这个文士红的军队呢给围攻起来了 这时候又是李靖拯救他于危难之箭 所以经过这两次失败之后 李孝公啊对于李靖是深信不疑 然后遇到战争呢就完全听从李靖的安排和指挥 这样啊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 李孝公呢可以说啊在李靖的帮助之下 获得了很多成功的军事战役 所以啊有人就认为李孝公的功劳呢 主要来自于李靖 其实我倒不这么看 我认为啊他们两者之间呢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在攻打肖险之前所上的评显实册 大家都知道评显实册是李靖撰写的 李靖撰写完之后呢他没有直接上表李渊 为什么呀 因为李靖啊跟李渊之间是有过节的 而且李渊呢非常憎恨这个李靖 他曾经偷偷向隋朝的皇帝报信啊 说李渊呢有异心 再一个呢李靖呢曾经因为一物战机啊 受到李渊的这个批评 而恰恰由李孝公来上表评显实册 李孝公的身份是什么呀 是李渊的侄子呀 上的这个评显实册啊 得到了李渊的认可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啊 他们俩之间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如果说李靖是千里马的话 那么李孝公毫无疑问 那就是难得的伯乐 也许有的人呢天生就李成功比较近 就像李孝公 他呢拥有天一样的血统 皇室血统 又有神一样的队友 那就是全能型的军事天才李靖 其实在史书上呢 李孝公的表现不仅仅这些战争 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后勤保障 在人事安排 在地方治理和稳定军心方面 我梳理了一下 主要有四个表现 第一个呢 比如说他在攻打消险之前 他知道消险的部队呀洗水战 所以呢他很早就开始训练水军 而且呢在做好部署的过程中 分十二路水军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分十二路水军呢去攻打消险 志在必得 第二呢是在人事安排上 比如说他攻灭巴蜀之后 他最妙的一招就在于把这些巴蜀首领的子侄 也就是子弟们带在身边 这样就能够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第一即稳定了后方 第二呢就是防止他走了之后后院齐火 第三个方面 他因为灭掉消险而攻败荆州大都督 在荆州这个地方呢 李孝公又展示出了他地方治理方面的智慧 我们来看史书中的原文 在荆州呢 李孝公开治屯田 创立铜野百姓立焰 这句话是说呀 荆州这个地方盛产铜矿 所以呢他让百姓去屯田 土地得到数量的一个提升 再一个呢利用这个地方拥有的这个铜矿来创立铜野 也就是说开发手工业 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百姓立焰 是有利于这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 第四个方面 我觉得李孝公啊 特别善于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或者说是运用唐王朝的影响力 他对于岭南这个地方不费一兵一卒 可以说呢 在于大豪囚冯昂进行谈判的时候 他展示出了他的一个谈判智慧 展示出唐王朝忍者之师的这种气概 所以啊 岭南这个地方就近归唐王朝的统治之下 这样在开疆拓土方面 省去了各种方面的这个军费开支 这样唐王朝的政令呢 就非常顺畅地达到了南海之宾 李孝公因为军功呢 被封为扬州大都督 江淮及岭南接同设置 所以说他所贡献的面积啊 不在李世民之下 那么他被列为林燕阁排名第二的功臣 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大唐开国的孔总岁月中 李孝公谋划有度从善如流 他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为大唐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拿下巴蜀 岭南江南等地 此时的李孝公战功卓著 本应前途远大 可是在他年赴力强的时候 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 却再也没有踏上过他曾经叱咤风云的战场 也没有再立过任何战功 正当奋发之年的李孝公就此再无建树 而是过上了闲适安逸的富贵生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李孝公选择了极流勇退 在力求平淡的岁月中度过余生呢 请继续收看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名将》第三集 《功成身退李孝公》 李孝公被封为扬州大都督之后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经一片大好 他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他还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所以他广注城池 恰恰在这时候有人就上述李渊 说李孝公有反心 李渊是非常敏感的人 尽管李孝公是自己的侄子 但是有反心 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唐朝来说 那是不小的威胁 所以李渊就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是派人按查 第二是赶紧召回李孝公 在按查的过程中 当然没有查出什么证据来 召回李孝公之后 把他招到了长安 同时给他封了一个官职 这个官职叫宗正卿 虽然说官品非常高 是三品 但是宗正卿主要干什么事呢 宗正卿主要是负责一些宗族 以及外戚的事务 后来李孝公又获封十十丰一千两百户 先后担任了很多刺史的职务 比如说梁州都督啊 晋州刺史啊等等 在贞观年间呢 李孝公又被李世民封为 李部尚书封何建郡王 公元626年 李世民呢 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杀掉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 也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 其实李孝公啊 他亲眼见证了权力 是一个双刃剑 之后的李孝公 他呢 只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宗室子弟 他呢 也不轻易表态 也不轻易站队 其实在玄武门之变中啊 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中有多位 先后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像大家非常熟悉的 长孙吴姬啊 程之杰啊 以及侯军吉 还有长孙顺德等等 他们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然后留在正史中 个人传记中啊 都是值得夸耀的一笔 但这个过程中 李孝公他没有参与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享受生活 史书上的记载啊 对于李孝公用了非常有趣的三个字 叫做姓奢豪 这什么意思呢 是说呀 他广致歌儿舞女 家里的这个舞女的数量呢 就达到了一百多位 广致歌儿舞女 而且呢天天开宴会 天天歌舞升平 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如果大家认为李孝公啊 是因为前面的军功而躺平 而觉着享受生活 那也许呢 咱们理解的太肤浅了 因为李孝公他认为 功成身退 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做法 史书上呢 还记载了李孝公 在带人接物方面的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有八个字 宽恕退让 无金乏色 他呢 在带人接物方面 有理有结 无金 这个金是什么意思呢 是炫耀的意思 他从来不向人炫耀自己 过去的功绩 也许忘掉自己过去的功绩 活在当下 这应该是宗氏子弟最好的选择吧 李孝公呢 还有一个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呢 常常对别人这么说 无所居 颇壮丽 非无心也 当别营一驱 令粗足充施而已 吴墨厚 子也财 一一手 不财 不为他人所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我现在居住的这房子 太壮丽了 这并不符合我的本心 我呢 希望能够单独建一个小小的房子 这个房子能够遮风避雨就好了 如果我的儿子有财 那么他呢 也能够守住 如果他不财的话 也免得别人惦记 所以很快呀 李孝公确实是这么做的 他呢 就住了非常简陋的房子 直到他去世 根据于册府原规的记载 五十岁的李孝公 与唐检有一次一起喝酒 晚上呢 酒至大汗 喝醉了 喝醉之后啊 大家各自散去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人们在树下 发现了李孝公 而这时候的李孝公呢 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李孝公去世之时啊 只有五十岁 当知道李孝公去世的时候 李世民呢 让他非常的伤心 封他为司空 给他的赠官是扬州独独 士号为元 元是什么意思 元就是大 这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评价 同时呢 让他陪葬县陵 也就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 孝公唐祖志勇双全 李孝公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呢能够号令天下 他呢有非常大的功绩 但是有了功绩之后呢 又淡薄名利 不拘功自拗 正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使得李孝公呢 善事善终 李孝公受到了 李渊父子的厚爱 所以呢 他死后能够陪葬县陵 唐代建宗三年 李仪史 颜真卿 曾经上表皇帝 对于前朝六十位工匠 进行社庙祭奠 这时候李孝公得以入选 再后来北宋宣和年间 按照唐代的做法 对于前朝的有功之臣 同样赦庙祭奠 这时候呢 一共选了七十二位名将 李孝公呢 也得以入选 再后来北宋时期 所选出来的 十七史百将传 这个临选标准呢 更加的严苛 因为在十七史中 才入选了一百位 而李孝公呢 也光荣入选 李孝公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能力极强 他纵横天下 他参悟人生 他淡薄名利 所以李孝公啊 名列林燕阁功臣第二位 实在是实至名归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